日本著名的寶總歌劇團二度來臺灣 而且這次來的是團內歷史最悠久的花族 首席明星明日海里奧率領大概一百二十名成員 還有工作人員來臺灣演出 而且寶總所使用的道具、燈光和服裝 加起來重達三十多噸 也通通都運來了臺灣 這次演出的劇目是改編自漫畫 凡爾賽玫瑰的經典舞台劇 還有上次來臺灣迴響很熱烈的寶總幻想曲 而且這次他們還特別苦練中文和台語 唱五月天的歌還有臺灣民謠汪春風 清晰的台語發音唱著臺灣民謠 日本寶總歌劇團花族首席明星 明日海里奧 展現它極具中性魅力的嗓音 由他率領的花族 是創立102年的保种歌剧团 历史最悠久的组 首都莱泰公演 将先上演日本人气漫画改编的 《凡尔塞玫瑰》 以18世纪法国为背景 描述皇室和贵族之间的悲壮恋情 保种歌剧团 绚烂的舞台设计 以及华丽的服装道具 成功将梦幻漫画搬上舞台 1974年首演至今 创下超过五百万名观众观赏 伤心苦涩的眼泪 超级耳熟的歌曲 帅气的花族南一门 带来台湾乐团五月天的 OAOA 全部都是女性演员的保种歌剧团里 专门做男装表演的男艺 王子般的装扮让许多女性观众着迷 而花族又被称作是男艺保护 其中明日海里奥和花奶玛丽雅 从名字就告诉你 两人正是花族里的首席男女明星组合 第二次在台湾表演的歌舞秀宝种幻想曲 即上回公演演唱多首台湾歌 这次的花族也准备了好几首 要和台湾观众一同欢唱 金曲台湾天后黄飞的堆堆堆 变成日文版一样豪气万千 融合不同舞蹈歌曲特色 加上舞台场景的快速转换 渲染力十足 各位观众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继续观众 包装歌曲特团花族 台湾公演的第一场表演 我是包装歌曲特团花族 明日海里奥 大家辛苦了 明日海里奥和团员用苦练的中文 回应台北十二场公演 销售一空的热烈回响 享受百年保种的魅力 也拉近与台湾观众的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和声 明日海里奥和团员用苦练的中文 在那里奥和团员用苦练的中文 我爱台湾